谢谢华哥 还有我们所有的宜兰的候选人 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开心 跟着我们投诚的义辅代表 我们来到代表会的前面 来展开我们的大众轴 我们曾经务实的民众党 我们从上个礼拜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就有告诉大家说我们会行脚宜兰 那今天是我们的头城 是我们的第一站 那今天的记者会就像刚刚我们华哥提到的 我们今天基本上除了是开步走之外 其实我们刚好也看到这两天的时事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我们的这个疫情的一个发展 那就像刚刚华哥讲的 我们看到统计资料里面 竟然每万人的确诊数 全国最高性难出现在我们的宜兰 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起步走之前呢 还是要来关心大家的一个健康 这是我们民众党身为 这个我们希望可以来为大家 做一个把关的部分 那我自己在立法院 最近立法院的状况是天天都在问 陈时中部长 天天都在问 他讲的共存 感觉很像是弃手 也很像是躺平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清楚的 发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排队 那民众都买不到快筛计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所谓很会超前部署的中央 基本上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所以让我们的民众 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区隔 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快筛 也买不到快筛计 那所有的政策都非常非常的混乱 那我们在这边是想来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主席柯文哲柯市长 他在台北市这边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在接下来疫情一直攀高峰 昨天的这个宜蘭的这个确诊数已经进千例了 我想今天有可能会破千例 那我们的宜蘭县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我也会超前部署 但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连最基本的快筛计都让大家买不到 所以这边我提一下我们台北市长 他的一个基本的做法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开始来做 就是轻重分流的部分 为什么要轻重分流 因为接下来可能会来 越来越多的确诊数之后 我们的中重症也会变多 所以轻重分流 是为了把这个医疗量能 可以留给我们的中重症的这个病患 那另外当然台北市这边还做了 我们增设了快筛阳性的防疫急门诊 这个都是因应刚刚讲的轻重分流的部分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车来素 车来素 你开车去你已经快筛确诊了 全家坐在车上等就好了 你不用下车这边排队增加群聚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宜蘭也非常有条件来做 我看到现在我们宜蘭这边所设的这个快筛站 基本上都在医院 那我觉得我们宜蘭有很多空旷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可以来考虑做这个车来素的部分 可以来减低我们的这个筛减量能筛车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当然现在开始这个防疫的专责病床 还有专责旅馆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量能都应该要赶快来召集我们的地方的这些医院 赶快来做讨论 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台北市这边 我觉得科市长做的很好的部分 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 我们的孩子都还没有打疫苗 那最近开始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 剖小孩确诊的这个快筛的一个结果 那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宜蘭县 也可以比在我们台北市这边 来开始做这个有关亲子的这个专责的 就是否我们小孩子专责的这个急门诊 防疫急门诊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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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